现如今的美国一旦遇到节假日长周末 必定会出上几场举国瞩目的抢击案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独立日小长假 芝加哥费城等地的庆祝现场再次被鲜血浸染 7月4号国庆日当天上午10点20分 芝加哥郊区高地公园举行独立日庆祝游行 本是一场好好的游行庆典 当日也是蓝天白云成千上百的民众聚集于此 观看精彩的花车游行 就在大家唤声笑语之时 枪声突然炸响 现场瞬间浓为地狱 子弹横飞 鲜血四流 尸横遍野 最终造成了6人死亡 31人重伤 令人欣慰的是 目前这个可恶的杀人凶手已被抓捕鬼案 当地媒体报道 这起枪击案发生在芝加哥富人区的高地公园 著名球星迈克尔乔丹 在这里就拥有一栋豪宅 枪手据说是在一家户外服装店的屋顶 向游行的人群开火 一开始大家都把砰砰砰的枪声 误以为是鞭炮和烟花的响声 当枪声响起时 芝加哥太阳报记者Lin Sweet 正在游行中 在她分享的照片和视频里 可以看到受伤的人们躺在地上 她形容现场犹如遭遇大屠杀 毯姿盖住了三具血淋淋的尸体 还有另外五名受伤的人血流不断 高地公园居民Miles对记者说 我听到了20到25声枪响 这些枪声接连不断 所以她不可能只是一把手枪或者散弹枪 Miles描述道 我看到了很多具尸体 它们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包括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 她没有活下来 Miles还补充说 现场到处都是人们仓皇逃命后留下的椅子 婴儿车和毯子 就在人们奔跑时 一支看似没有意识到枪声的乐队 仍在继续演奏 根据警方透露的消息 他们将22岁的说唱歌手罗伯特 列为了嫌疑人 并在事发当晚抓捕归案 据称 罗伯特驾驶的是 2020年的银色本田飞度 使用的武器是半自动步枪 开枪之后丢弃在了现场 一百多名警察全副武装寻找 经过短暂的追逐站 最终将其抓捕 根据嫌疑人在社交媒体和网络 公开的信息显示 罗伯特自称是说唱歌手 词曲作家 绰号和Wake 他在芝加哥高地公园社区 本地的一个意大利裔美国家庭长大 排行老二 更令人惊讶的是 罗伯特的爸爸 Bob·克里默 曾经在2019年竞选国当地的市长 最终落选 之后一直经营着一家餐厅 根据联邦大查局提供的消息 就在强暗发生之前 罗伯特在自己的勇敢频道 上传了自己的歌曲MV On My Mind 他还曾在一首歌中写道 我的行为将会是勇敢的 我不需要多想 我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 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据悉 六名死者中 五人为游行队伍人群 当场丧命 最后一人在送医后被宣布不治身亡 年龄姓名等信息尚未公布 唯一公布个人信息的 是一名叫做尼古拉斯·托莱多的男子 一个祖父 膝下儿孙满堂 却没想到因为出来看一次游行 不幸遇上枪手丧命 除此之外 墨西哥外交部也证实 至少有一名本国公民 在强奸案中丧命 而30名重担流血的伤者中 年龄从8岁到85岁不等 其中受重伤的儿童 目前情况危机 芝加哥市长罗里 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向无辜的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并表示 高地公园枪案悲剧是毁灭性的 州长J.B.Parsic 也在一份最新声明中说到 对于等待人们 带着孩子们出来 庆祝国庆日 残忍开枪的怪物 我无话可说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 遇难者家属的通路 我们必须结束这场 枪支暴力的文艺 要知道 芝加哥这几年以来 一直因为治安差 备受诟病 但这场枪击案发生地 高地公园的暴力犯罪 在此前非常的罕见 当地的居民听问枪声后 很多都直接被吓傻了 现如今这里 都发生了惨无人道枪击案 试问芝加哥 还有安全的地区存在吗 除了芝加哥之外 远在千里之外的费城 也不得安宁 7月4号晚上 在费城本富兰克林公园大道 独立日庆祝活动中 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费城公路巡警 头部受刹伤 另外一位来自 蒙郡炸弹工作组的警员 右肩受枪伤 该事件发生在当晚21点47分 费城艺术博物馆后面的春天花园间 2400号街区 当时庆祝活动还没有结束 大量观众正在观看烟花表演 事件发生后 可以看到许多人从该区域慌忙的跑出 警察指挥现场观众在适当的地方躲仓 费城警察局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警告民众避免前往枪击地区 警方表示 两名被枪击的警察被送往杰弗逊大学医院 目前情况稳定 截止到7月5号早间 尚没有关于这起枪击案嫌疑人或任何逮捕的消息 好好的一个独立日常周末 本应举国欢腾 现却治安事件 逢劫必大灾的美国 到底何时才能真正的认识到枪支泛滥的危害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